大家都知道 烟碱酸很重要 那请问你觉得 同等重量的椰子跟榴莲 哪一个烟碱酸的含量比较多呢 100克的榴莲含有0.8毫克的烟碱酸 而100克的椰子 还有0.06毫克的烟碱酸 所以答案是榴莲 烟碱酸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能量代谢 它可以增进皮肤 神经系统黏膜和消化系统的健康 那缺乏的时候就容易会引起一个 叫做赖皮病的问题 那它主要是一些皮肤的症状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色腹的沉淀 那还会有像舌炎啊 或是口角炎 那有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 那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消化不良 呕吐腹泻等的症状 那维生素B3 每日建议的摄取量是14到16毫克 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台湾民众 并不容易有B3摄取不足的情况 那它比较常会出现在一些偏乡地区啊 或是贫困者身上 比较会发现这种事情 那因为它常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啊 或是饮食不均衡而引起的 那它的食物来源可以分成动物性还有植物性的 动物性指的就是像是猪肉啊 牛肉啊 鸡肉啊 或是动物内脏里面都是含有维生素B3的 那植物性的话指的就是像香菇紫菜 还有糙米配啊米这些的 wants都涮及 transport物性 дорог 最平均舀的 xiPI 从这里 一点 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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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